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四谷变的编法 这是我编好的四谷变的手链 你看 这有两头线的颜色不一样的 也有一样的 还有这个铜色的 都挺好看的 这些是我用剩下的不长不短的玉线编的手链 四谷变编出来的这个纹路呢 是人字形 如果是用两种颜色编的呢 那就是两种颜色相间的人字形 这边是反方向的人字形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固定好线后呢就可以编了 先把中间的黄线向左边的方向拧两圈 然后就从左边开始先编 把左边的线编过来 跨过中间的两条线 然后再从第二根线的下面回到左边 然后捏着中间的线换下手 编右边的线 跨过中间的两条线后 从第二根线的下方回到右边 然后是左边的线编过来 再从第二根线的下面回到左边 右边的线编过来 再从第二根线的下面回到右边 就记住这个口诀反复编 就不会编错 一直编到你需要的长度就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不要着急 然后你很快就会找到那个手感 找到你自己走线的那种最舒适的方式 然后你就可以编的稍微快一点了 编这样一个手链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最后编好的长度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 我这里编的是均码14公分左右 如果你想编长一点呢 那个线呢 你可能需要留的长一点 我这里两根线都是60公分 那你可能要用到70公分 两根线都要70公分 或者是一个80公分 一个60公分也行 如果用的线是一长一短的话呢 最后编好了以后 两头的线是就是同一种颜色 因为短的那根线就编完了嘛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剪线头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别剪得太秃了 留出大概2到3毫米的样子 然后用打火机烫一下固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